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房舍小日子,我是莉亞 那今天是小年夜,我穿了襯衫,因為我今天還是要上班的 但是呢,我現在下班了,也代表說我的年假開始了 我近幾年的過年呢,在過年前都會精心的準備一下說 我過年打算要幹嘛,有沒有什麼目標 然後我就把它列成清單,就是過年的時候可以做的事情 或是過年想做完的事情 然後我在過年的時候也都會列一下我的新年目標 那有時候我可以非常清楚的知道說我今年的目標是什麼 但有時候會比較慢一點,沒那麼快想要我的目標是什麼 所以我就會利用這段時間,就是元旦到春節的這段期間呢 就會開始一直在腦海中想說我今年的新年目標要是什麼 然後因為在想這件事情,雖然說不會馬上想到 但是你就會一直記在心裡 所以你在做很多事情的時候,你都會慢慢去想說 什麼是我真正到底想要的,然後我的新年目標可以設定什麼 終於放春假了,所以我打算先來把我放在房間角落 放很久的包裹門打開,然後歸位 我想要先來開我的堅果門 我在買堅果的時候啊,其實我覺得堅果還滿貴的 我隨便買一點,然後就發現竟然要破千元 那時候我有點嚇到 甚至有點想說,要不要就不要買啊 可是後來我就想一想,我一年才吃這麼一次堅果 好像沒有理由不買啊,一年才吃這麼一次欸 其實想想還滿恐怖的,所以我就買了 然後其實包裹好像是上週到貨還是上上週到貨 可是我都一直沒有打開,想說就是要過年才能吃啊 但是我每一天偷偷偷的期待,心裡都覺得好想要偷吃喔 這家其實我去年就有買過,然後我覺得還不錯 所以今年又再回購了一次 它的開心果雖然是帶妝,但它都是有蜜蜂條的 不過這有一個缺點就是它蜜蜂條跟一般我們想像的從這邊開蜜蜂條不一樣 所以我還記得那時候我爸就直接把這邊剪開 然後我想說,整個就毀滅了 我總共買了兩包 然後在網路上買這樣子一包的其實是比較便宜的 就如果跟超市那種一貫的比的話,這種會便宜很多 所以我都在網路上買 帶一帶就自己再找個什麼容器裝起來,其實就很好看 腰果,我買的是原味的腰果,就是沒有加鹽的 其實腰果它本身就有甜度 所以我就覺得不需要再一個額外添加東西 畢竟添加的就是對身體多少會有一些負擔 所以我都買原味的腰果,看超級大包的 而且我覺得它密封的,你看就是都很服貼 接著我們來開箱我買的書 因為我過年打算要看書 所以我就買了兩本書 然後我在去年的時候 其實有為自己設定一個生活習慣吧 就是看完一本書才能再買一本書 因為我發現說有很多書啊 但其實我不一定每本都看過 然後我可能看完這一本之後 那本我原本很想看,但是我就沒有看 然後我又看到新的書,我就會再去買新的 結果導致說我的書就是一直買,但是卻沒有去看 所以後來我就訂定了一個我自己的生活公約 就是看完一本書才能買一本 然後最近我就是有看到想要看書 而且加上說我過年想要看書 所以我就得要買新的書 但是我前一本書呢,其實還有一點點沒看完 可是為了做到我的生活公約呢 我最近下班每天都在認真看那本書 然後在前幾天終於看完了 所以我就馬上下單了新的書 我覺得這個方法還蠻不錯的 就是看完一本書再買新的一本書 這樣子不只可以控制說你買書的預算啊 也可以監督自己說書都是一定有看完的 我買的第一本書是這本 簡證這個作者大概在我國中還是高中的時候 就從國文老師那邊知道 因為他就推薦我們看他的書 但是這是我第一次就是真的買他的書 我非常期待給你看這本 然後這也是我過年打算讀的書 其實我還買了第二本書 原字習慣 這本呢是我朋友推薦給我的 然後我有去書局稍微翻了一下就覺得 好像也還不錯 然後因為我平常讀的都是這種散文啊小說之類的書 就很久沒有看這種工具書的東西 然後我就想說 嗯,偶爾來回規一下工具書的感覺也是還不錯的 那大家一定會想說 欸你在後蘭啦 你剛剛不是說靠一本才能買一本 這是怎麼買了兩本 這是因為呢 就是臭運費啊 再加上說 我覺得過年期間我肯定可以讀完這本 所以我就一次買了兩本 我一定會說到做到 沒有讀完這兩本 我就絕對不再買新的書 知道大家都怎麼處理這個氣泡值 像我啊都會好好的把膠帶撕下來 然後這氣泡值就可以重複使用啦 不過有時候氣泡值如果是一些不太好的材質的話 我還是會選擇丟掉 但是呢我發現我的氣泡值就有點越積越多的跡象 可是丟掉就覺得很可惜啊 其實還蠻好用的啦 再來呢要來跟大家分享大字這本雜誌 這也是我過年就是打算買來看的書 過年的時候呢我都會特別買它的閱歷 喔我先說一下好了 因為大字這本雜誌呢其實是公益雜誌 它有點像是幫助弱勢跟街友而成立的雜誌 那一開始它會送給街友10本雜誌 然後讓他們去販售 它販售一本是100元 那街友可以獲得50元 它獲得的錢呢就可以再去買雜誌 然後繼續販售 也可以作為它的生活費 它這樣子的公益模式其實也是在盈利啊之類什麼的 但我覺得它就是在賣雜誌啊 你幹嘛要就是把它想的那麼多 我自己買這個雜誌呢都會特定跟一個阿伯買 因為我覺得它真的超認真在交買 我每一次經過那裡看到它在交買 它都是非常認真非常有熱誠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我買這個雜誌像是在提醒我自己說 別人那麼認真在生活 那麼認真的在面對它的工作 人家的態度是什麼樣子 那我是不是應該要學習很佩服它 所以我每次給它買這種雜誌 都是在這種心情在買的 那過年的時候我就會特別買這個月曆 它裡面的那個圖非常適合拿來當成房間的布置 然後過年要到了剛好可以把房間的布置 就是好好的換一波 再來就是呢我覺得過年嘛 就是有一種包紅包的概念 所以我都會特別買這個雜誌 像是包一個紅包給阿伯啊 然後它可以過好年的那種感覺 那我們就先來開月曆的部分 太好了它有做這個目錄機 一份月曆呢會有12張 然後它每一個月都會有一個圖案 然後旁邊會有小小的日期 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像它有一些是照片的部分 然後有一些插畫、漫畫 我覺得都超級好看耶 你看真的好美喔 我自己好喜歡這種插畫的風格喔 這個我覺得也蠻好看的耶 它每一張都有這麼大張 非常適合貼在牆壁上 然後它會寫一下說這個作品的作者是誰 旁邊附有像這樣子小小的月曆 在後面的部分呢它會寫一下介紹 就如果你平常是有在布置的房間的話 那我覺得這個還蠻好用的 它其實就是月曆海報嘛 但我覺得它的價格就是比 一般我在展覽買到的海報還要便宜很多 所以我自己就還蠻喜歡買這樣子的東西 然後它一個月一張呢 我就可以定期更換 我很喜歡那種新鮮感 就是我每一次更換完就看到新的東西 可能只做一些小的改變 可是我每一次看到都會覺得說 我好認真在過生活的那種感覺啦 這本雜誌呢其實我不知道要不要推薦給大家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我看完會有熱血沸騰的感覺 但有時候也是有那種我看不下去 然後一整本都覺得啊很想丟掉那種感覺 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粉紅色小日子我是Lia 真的我衣衫不整耶